要变魔术如何不被试破 柴传伎俩可是一大挑战 接着要来看的就是街头魔术 因为拥抱人群所以挑战更大 所谓的街头魔术顾名思义 就是随机到街头去找观众 使用的道具多半是日常生活用品 像是钱币扑克牌或是铁汤匙 甚至就地取材 这种街头魔术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美国的魔术师David Blyan 他和观众进行各种的互动表演 今天我们的记者 郭玉盈陈世忠 也跟着国内魔术师的脚步 前进台北西门町的街头 随机找商店 就地取材秀魔术 而且和不知名的路人做互动 面对年轻人 面对不同的店家 能够变出什么样 令人惊叹声连连的街头魔术 一起来和魔术师面对面 以前滑地的魔术人都需要舞台 今天跟着我走 街头就是我的地方 跟我走 跟我走 GO 好 來 檢查看看 對 來 你幫我檢查一下 可以拗看 它是很堅固耐用的 這是普通的湯匙 來 你看我這邊 彎了耶 彎了 有沒有 有 稍微折一下 好輕鬆 很軟對不對 對啊 來 手放這邊 注意看 睜到你的眼睛 一 二 掉了 斷了 就彎掉了 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可能就是摸素 如果您也懷疑 這是事先準備的道具 那麼就請小白找店家借東西去 哈囉 你們那個燈泡是壞掉了嗎 你吃了嗎 哇 我這邊燈泡放在袋子裡面 我完全不會再動到它了 OK 好 現在你的大拇指 左手大拇指 對 這個位置 你的右手大拇指 好 不要擔心 對 接觸一下 你右手大拇指 也比這個樣子 等會 各位 你接觸到我的一瞬間的時候 會產生不可思議的現象 燈泡請注意看 眼睛不要眨 拇指對拇指 慢慢靠近 破掉了 你看 燈泡 真的破掉了 就嚇一跳 對 對 會不會覺得很神奇 有 離開了飲料店 再往下一攤找精心 我要買一張瓜瓜樂 對 一百塊錢 瓜瓜樂 先幫我拿著 好 拿糕 老闆妳也有 借我計算機好不好 我這邊有一台計算機 好 檢查看看 加減乘除都可以按 請你在上面 隨便 輸入四個數字 交給他 請你按加 加 嘿 OK 然後再按四個數字 不要看他了 來 再給他 對 請你按減 減妳也不要看 不能看 按一個三位數 我們按個乘 乘一個三位數 請你按個圖 好 按個兩位數 好 不要動 加減乘除都做過了 對吧 等號 注意看 答案是多少 196 156 425 刮刮樂在這邊 好 請你 拿著 你們誰有十塊錢銅板 對 幫我刮出第一組數字 五九 一五 六四 二五 五 你想要掛出來的數字 這就是像我們 加減乘除這樣算出來 比較 好奇 對啊 兩枚硬幣 好 在這個杯子也借我 好 來 檢查一下 來 你先檢查一下好了 好 檢查看看 請在上面做個記號 OK 這個有做記號的硬幣呢 全世界獨一無二 把它放在這邊 注意看 睜到你的眼睛 因為不可思議的現象即將產生 硬幣會從這邊慢慢滑落 然後 一顆硬幣 穿透杯底 跑到杯子裡面來 謝謝 像硬幣啦 像撲克牌 像杯子 像米金 這些東西是我們一般人 在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 而且距離不像舞台這麼遠 所以我在近距離做街頭也好 做沿桌 就近距離的POP表演也好 因為我可以很近地接觸到觀眾 變的東西也是他日常生活的東西 所以他的神奇度 他會覺得會比較 像有點奇蹟的感覺 不管是手法遮掩還是道具效果 胡說的奧妙可是不能說的秘密 但超高的膽識和鮮熟的技巧 得靠經驗累積 可是有一個女客人 她喝醉了 她就把我抱住 對…然後她抱住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我在做表演 然後她就說不管你先跟我回家 有很多奧客 或是有一些不配合的觀眾 你要怎麼馬上去扭轉你的局勢 然後去隨機應變 我覺得這個會比舞台上的那個… 因為舞台是學不到這個 行人當做觀眾是訓練臨場版衣 最好教材 和以往大型魔術社相比 街頭魔術不但不受場地限制 反而是一種加分的驚喜 馬路成為魔術式的舞台 創造奇蹟可以隨時隨地